其實大家都可能知道或者聽過黃斑病變這個病 其實大家都未必可能會知道黃斑其實都有另一個非常常見的病 我們叫做黃斑前莫 這個黃斑前莫在本港經研究 估計可能在50歲以上的人接近一成的人是有這樣的病 它的病徵主要是看東西蒙和形象扭曲 所以我們建議在50歲接近或以上的人士 如果他未有病徵的話 都應該去找專業的眼科醫生 接受一個全面的眼部檢查 看看會不會隱藏一些未有病徵的病會好些 如果真的診斷到黃斑前莫 一般我們會建議或者觀察 如果病情比較嚴重的話 去到有視力影響或者形象扭曲 可能要考慮經專業的醫生診斷之後 可能要考慮進行手術的修補 而手術的修補一般我們都建議 越早做越好 因為如果越遲早 可能有一部分的看東西蒙或者彎曲 不能夠完全逆轉 如果不能夠完全逆轉的話 可能就算做了手術成功之後 也可能會有後遺症 所以一般如果真的有問題的話 經過醫生診斷都是建議盡早接受治療